你想啊 怎么差那么多 我们家也有选票 我们家选票也很多 为什么你碰到他们就这样子揉揉包包 然后笑容灿烂这样子 为什么看到我们好像都 一副酷酷的样子 我就觉得很不能够理解 那是第一次 当然宋记的时候当然韩轩再见都有 第二次他到伦敦来 我跟张学位张主委 张主委那时候还在 还没到澳大利亚 因为刚好那时候蒋校园 蒋副主席是国民党 因为隔年2012年要选举 2011年年底他去的时候 库夫嫂刚才也要去 库夫嫂很体谅 体谅我们代表处的为难处 他说那个蒋副主席来公事为重 因为国民党跟英国的保守党是国际 他们有一个国际保守党联盟的一个姐妹党 所以他们英国有办重要的活动的时候 就要全世界各国的姐妹党去参加 那一年就蒋副主席带队去 接机的时候呢 同一天蒋校园先到前一两天 那张主委就要陪他去拜会啊 国会议员参加相关的酒会 结果接机的时候 夫人也很体谅张大使说 还是以公事为重 当然夫人出来其实也是公事 可是夫人很客气 她很体谅我们就说 没关系机场不用担心 就我去接 所以我就代表张大使 我就到亭基平坐里车 我过来说我再请这样 请这样 请说 接待执政党的 因为装夫人他那时候 到底是以什么身份